嗨,大家好,我是娜娜匠 今天给大家讲男子沉迷梦中的情人 最后被梦支配的故事 笑面推销员巴 被梦追逐的男人 亚氏是个剧本作家 最近他常常做噩梦 梦里总是有无数双手追逐着他 无论怎么跑都跑不掉 最后要摸在竖枝手掌里面 这让他很崩溃 睡不着只好出来跑步 好让疲惫的身体再次入睡 这时一个黑色的身体闪现 原来是丧黑 丧黑递出了自己的名片 并告诉他 自己可以解决他的烦恼 隔天 亚氏照常被噩梦惊醒 这时他想起了丧黑 于是根据名片上的地址 他来到了丧黑所在的酒吧 几句闲聊之后 丧黑给了亚氏一瓶梦游糖 只要含着他就可以控制梦境 梦境是潜在意识的表现 而梦游糖可以刺激这种潜在意识 只要一边含着梦游糖 一边想象自己想做的梦入睡 那这个梦就能被支配 另外丧黑警告亚氏 一碗只能吃一颗 如果吃了太多颗的话 他就会被梦境支配 又到了睡觉的晚上 亚氏半信半疑地吃下了一颗糖 梦里亚氏来到了海边 就在不远处 一位美女正在等着他 美女告诉亚氏 自己叫麻梦子 他已经在等候多时了 他知道亚氏所有的事 也爱上了亚氏 说着麻梦子张开双手 亚氏一下仿佛又回到了年轻的时候 亚氏醒来后还感叹道 自己很久没有做过这样的美梦了 摆脱噩梦的亚氏 现在最喜欢的 就是想早点睡好 继续做梦 丧黑提醒到 无论是多么美好的梦 都不过是梦境 绝对不能沉溺其中 亚氏保证 自己一定不会的 晚上亚氏又如愿地进入了美梦 他和麻梦子坐在海边 欣赏着海滩上的月色 这时麻梦子提出了一个要求 他想做亚氏的恋人 虽然麻梦子知道亚氏有太太 但他只做亚氏的恋人就好 对于楚楚可怜的麻梦子 亚氏当然没有理由拒绝 麻梦子开心地说 那我们亲一下吧 可梦终究是梦 亚氏醒了过来 看时间还早 他拿起梦游糖 倒了一大把吃了下去 亚氏接上了刚才的美梦 但麻梦子却变了脸色 他让亚氏和他太太分手 和自己结婚 如果他不同意的话 就把他们之间发生的事 告诉他太太 不听散黑提醒的亚氏 已经被梦境支配了 这次麻梦子来找亚氏 不是提结婚的事 而是想和亚氏同归于尽的 最后麻梦子把匕首 插在了亚氏的腹部 人生有很多戏曲 我们只是演绎着 不同的角色而已 其中会有很多 刻骨铭心的美好记忆 但请不要带上 入戏太深的沉迷 梦中终究只是梦 不要沉迷于虚幻中 毕竟人生才是真实的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电影的全部内容 不管你来或不来 奶奶都会在奥琴的世界里 每天为你守候